大家好,我是豆妈 俗话说,早餐要吃好,午餐要吃饱,晚餐要吃少 早餐不仅要吃好,还要有营养 一整天都会精神满满 今天分享一款又软又筋道的早餐鸡蛋饼 做法简单,新手一学就会 一碗面粉倒入盆中,倒入两碗清水 打入三颗鸡蛋 适量胡萝卜水,一大把葱花 一勺盐,一大勺淀粉 放淀粉烙出来的早餐饼口感更筋道 搅拌成细腻的面糊 锅中喷少许食用油 舀入四量面糊,倒入锅中,攀成饼状 开小火切至一面定型,再翻另一面煎 煎至两面熟透即可 看看这饼,松松软软,吃了还容易消化 关键做法还简单,姐妹们安排起来吧